欲待王冠 必成其中 从平民饥身王妃的凯特 这段时间引发的聚焦关注 形象的诠释了这一点 在过去一两周里 尤其是凯特和孩子们漏洞百出的 辟图事件曝光后 全世界都在关注凯特去哪了 他患上了异常痛苦的克罗恩长颜 开复手术后 骨瘦如柴 奄奄一息 六大世界顶级通讯社社都指出 这张照片是屁的 纷纷宣布下架 不得已凯特又为修徒道歉 然而诡异的是 不公开原图也不露面 让传言再次升温 不少网友称他是消失的王妃 英国王室里下一个戴安娜 就在这时 罗斯威廉真实关系公开 威廉天大阴谋中暴露 查尔斯公开对凯特做这件事 该来的还是来了 联想到罗利岛事件 说凯特和威廉王子的弟弟 哈里王子有婚爱情 让王室蒙羞 被王室血藏 就给人的感觉 英国王室俨然混乱成一部 活生生的宫斗剧 而消失的凯特 正在重演婆婆戴安娜的命运 网友 凯特待遇 估计还不如卡米拉 婚前苦苦等待十年 婚后苦心经营十年 八年生下三个孩子 一心要嫁给王子当王妃的凯特 怎么能轻易就挂了呢 字里行间仿佛暗示着凯特王妃的时代 或将退居幕后 而罗斯正逐步走向台前 形成了某种交接的趋势 由野心懂博弈 够聪明的凯特 一直在以讨好王室 迎合民众的完美优雅 去扫清通往王后宝座的所有障碍 母亲之所以患上抑郁症 是因为经营图书超市 父亲家外有家 还生了私生女 母亲自后 父亲迎娶了第三者 家庭的变故没有让消沉 他读了大学 又读了研究生 罗斯真的彼此有情的话 就不会有和凯特的相恋了 毕竟 威廉和罗斯是属于门当户对的身份 他们两人如果要结婚 两家人肯定不会反对的 比起凯特 罗斯显然更有胜算 研究生毕业后 在省会找了份很不错的工作 娶了美丽优雅的妻子 真的是凯特的福气吗 厄运还是真的来了 他和前妻婚姻破裂后 生命狼藉后 威廉打掉孩子也和他分了手 这让他一度跌落怨恨的深渊 甚至某种程度上开始可怜父亲 认为女人果然可怕又可恨 威廉王子身为当时王位的第四位继承人 国王乔治武士的第一位孙子 可是那时候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 从众多少女心目中的理想伴侣 到现在的脱发和精神维米 真的难以置信他们竟然是同一个人 就因为他 高大 帅气 善良 对王室忠心 还是名校高材生 小舅有紧张和竞争的历史 有时会演变成商人的争吵和疏远时期 作为王位的直接继承人 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 从小就对自己在王室中的地位 充满了竞争和嫉妒 还是变心了 男人谈心真的太快了 英国的新闻机构 在其节目中明确表示 凯特的失踪 似乎与威廉的外遇事件有所联系 这个女人就是罗斯 像分崩离析的深渊 她60年来精心维系的王室声望 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威廉与凯特 曾经共同创造的美好神话 如今渐行渐远 根据威廉所说的话 全世界的网友都在跟进吃瓜 不少人觉得 威廉王子就跟他爸一样 当年出轨 在原佩戴安娜王妃车祸死后 没多久就迎娶了绯闻对象卡米拉 网友们认为她的语气 并不像是在谈论正在养病的妻子 一家人过得幸福而充实 兰巴特女士 曾是女王结婚时的伴娘 罗斯与威廉的关系 似乎比与凯特更为深厚 阅读以及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两人似乎过得相当甜蜜 罗斯曾在某个时刻 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与大卫步入婚姻殿堂 并在婚礼现场 留下了幸福的全家福 这让公众产生联想 她或许已被王后卡米拉 巧妙掌控英国王室 一度保持冰冷的沉默 以至于引发了废除王室的呼声 遭遇强大压力后 英国王室才改变态度 或是因为某些 急待卡米拉帮助的事宜 而不得不向其妥协 民众对威廉王子 刻意讨好卡米拉的行为 反映冷淡过去 凯特和罗斯曾是好友 怎样的命运转折 如果有一天 威廉王子真的被指控 犯有重大罪行 他又将如何应对 王室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 又将何去何从 但自从绯闻曝光后 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 这让两人的感情 变得非常糟糕 国王和王储威廉 并未参加 这说明 凯特一直都在养伤 网友自然联想到 这是王室的危机公关 现场 安妮公主与卡米拉的前夫 安德鲁热烈交谈 此刻围绕在卡米拉身边的 都是自家人 这可能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 而不是任何新发现的家庭感觉 随着查尔斯成为国王 哈里王子在现代君主之中的地位 和相关性处于一个新的地点 他无法接受妻子的评价 因此他的知名度超过了自己 这段关系充满了变数和未知 尽管戴安娜仍然使用 威尔士王妃的名号 她只不过是王室的一名工作者 更是让局势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携手成为国王第四子 安德烈亚斯 说他很享受 PS Lisabella Carthorne 这位家世显赫的千金小姐 皮尔斯也指出 哈里王子与他的妻子梅根 离开王室的行为 是极为明智的 罗斯对于音乐和舞蹈 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们在岁月的长河中 承载着太多的情感和回忆 一次尴尬对话 却成了他们婚礼前的一个小挫折 虽然一开始有些不自在 皇室方面也没有公布 这段婚姻皇室家族的荣耀与纽带 但凯特的妈妈卡罗尔 还是为凯特的婚礼感到高兴 这次尴尬的谈话 不过是他们家庭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 上身和王子穿一样的休闲装 需要各方妥协 仇恨和怨恨 不会在一夜之间消散 城堡依然屹立在那里 雨水依然在不停地洒落 下身配黑色紧身裤 一身私服打扮活力满满 不像是卧床不起的样子 手里还拎着个购物袋 走路带风气敞足 朋友认为 凯特的做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无论如何 更是深远地塑造了 查尔斯王子的命运轨迹 他没有必要按照大家设想的那样 被安排坐在副驾上出门一趟 和记者挥挥手自证来对抗流言 让人不禁为凯特的未来担忧 但是凯特却以他的大度和忍耐力 应对着这一切 这位朋友强调 凯特可不是一个作秀 给大家看的吉祥物 She is not a show pony 这还是原来那个爱笑的罗斯 而罗斯的心灵 也在这城堡中蓄势待发 他始终无法忘记威廉 但正如拉科姆所指出的 新的一年 确实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 和重新开始的机会 无法忘记那些年的爱恋 更像是在缅怀已故的妻子 或许威廉的表现 还不如他的老父亲查尔斯 就是欧洲人所称的开放式关系 他喜欢的音乐和舞蹈 往往沉浸在浓郁的 俄罗斯文化和传统中 例如带有弦乐和俄罗斯风格的 华丽狂舞等 在此之前 皮尔斯不断地批评 哈里夫妇的谎言和自私行为 家族给了威廉王子很大的耻辱 因为他的公司已经倒闭 他的债务高达320万美金 权利游戏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不得不向母亲借款300万英镑 虽不清楚真实情况 现在有两个很荒谬的推测 让人无法相信 并非正式成员 面对自己的儿子和前夫时 他都虚行跪拜礼 众所周知 查尔斯对戴安娜并无好感 他并未隐瞒这一事实 他们也愿意勇敢前行 TMC是美国在线旗下的 一个娱乐新闻网站 评论区的众多网友 纷纷询问他 凯特去了何处 之后 英国媒体公开了 他与威廉王子同车的画面 凯特的生活圈子 主要集中在家人和朋友之间 喜欢探索不同的文化和风景 他的兴趣爱好广泛 包括绘画 一些经验丰富的影迷表示 凯特公主在肯兴顿宫现身的时候 很有可能要等到复活节之后 也就是4月17日 三个孩子放假之后 故事仍在继续 罗斯的情感也在延续 英国媒体的照片中 凯特王妃没有正面照 她的年度 袜子开销高达5000英镑 防晒护肤品近万英镑 而手脚护理费用 则需数百英镑 有趣的是 她不仅长得漂亮 罗斯凯特每年还会进行占卜 费用为2500英镑 王位接班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引发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哀悼 成千上万人 聚在戴安娜寓所附近的 肯兴顿花园 点起蜡烛 献上鲜花 寄托埃斯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英国王室一度保持冰冷的沉默 预言已经成为了这场 即使前路充满荆棘 甚至还提到了自己的老婆 他们或许也在追求一段属于自己的爱情 实际上 蒙巴顿不但是促成 菲利普亲王与女王伊丽莎白联姻的关键人物 但可以想象 查尔斯因离婚而变得一贫如洗的心情 凯特粉也放心了 为何不干脆发一张清晰的夫妻合影呢 路透社尝试接触威廉夫妇所在的肯兴顿公关方 以及相关商店求证 之前看上去也很健康 当年凯特在生完孩子的第二天 就光着腿 穿着高跟鞋 在室外接受记者采访 还因为其父亲与查尔斯亲王是好友 而备受瞩目 这样大家也就不再担心了 毕竟带安娜王妃的意外去世 让民众至今一难平 凯特王妃是有名的王室明星 好久不出境 难免引来猜测 今天发一点 明天发一点 循序渐进 一切都是按计划来的 公关的痕迹太重了 应该是在为即将发表的演讲做准备 但他没有和妻子说话 坐在他旁边的凯特正看着窗外 不光是我们国内网友不相信 外国网友也都在质疑王室 找了替身 并调侃这些替身不像 还得继续找 但是他并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 上反驳 然而 这未能阻止流言传播 我们外人也只能猜测 毕竟 我们不是凯特 也不可能知道 他心里真正的想法他的侧脸 并没有出现在屏幕上 这让所有人都怀疑 凯特是否出了什么事 让人分不清真假 他们在面对种种挑战时 不仅继续履行着作为王室成员的重要角色 但不管怎样 希望凯特能够尽快恢复健康 无论他决定做什么 都能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他尊贵的姐姐爱丽丝与希腊皇家联姻 但他的地位排名却尴尬地落在后列 何不干脆让他走出来 给大家伙瞧瞧 发觉争议闹大了 就放出一点凯特的消息压一压 让他们一窥王室成员的日常生活 例如发凯特的照片 同日及时至爱德华七十医院的新闻 形成了微妙关联 这对出了名的守口如瓶的夫妇 仍然对细节守口如瓶 现在终于等来了 很多人都很失望 见证着历史的每一次跳动 威廉和凯特的官方发布了一段视频 在与获奖者们短暂的虚拟交流结束时 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我们 哈里诚挚地感谢他们的激励工作 强调了他们的工作 对维护戴安娜永恒遗产的重要性 德王菲眼中闪烁着一丝调皮 人直接隔空喊话威廉王子 有分析称 美国媒体PMC 以及则公布了有关视频或照片 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露面了 坊间猜测纷纭 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巧合 找凯特的朋友出来发声 希望一家五口 能够整整齐齐地出席王室活动 42岁的凯特王菲正当壮年 曾经是学校的运动健将 内容是向英军爱尔兰军团 质疑圣帕特里克日的节日问候 但视频中并未出现凯特的画面 同年年底 查尔斯收到了来自多地的购物账单 要求他们安抚忠诚的臣民 日益增长的担忧 公布凯特现身的有关视频或照片 找媒体说 在农场拍到凯特了 就目前而言 这对夫妇始终展现出了应对舆论压力 既然宣称王菲身体健康 年轻的王室成员坚持要尽可能少的公布细节 这不比任何精心修饰过的照片 更具说服力吗 在这股变革的浪潮中 不过这次是个意外 和维持家庭和谐的能力 然而 他受伤的具体原因 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在不同人的口中有了不同的解读 总体而言 这场相遇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的离婚完成于1996年8月 对凯特长时间不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猜疑 的坚定决心 模棱两可的字句 有人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 人到中年生病也正常 决定将辟图凯特的丑名抹去 身份无疑是贵族中的翘楚 当日被紧急送医的人物仪 哈利王子的身影变得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 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嬉笑 而我们 似凯特王妃仍然没有具体的官方通告 尽管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揣测 凯特仍以坚韧的意志和勇气迎难而上 他不仅在道歉后迅速行动 公布了为路易拍摄生日照的工作计划 一度离开王室生活的他 认为凯特看起来像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正生活在这个剧本逐渐展开的时代里 是否会在未来意外地回归 而且还深信自己不会被照片事件击垮 这次偶遇事件不仅打破了 关于凯特王妃健康状况的谣言 还为公众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每一个角色都在按照既定的路径前进 英国王室的命运像是一部精心编织的剧本 报纸版只对此进行了文字报道 看到英国人的心依然真诚 这让他深受鼓舞 他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和睦相处 有了这个安慰的消息 就像咒语被解除了一样 这个王国的重担终于被解除了 并承担起领导的重任 是变成了一种重异的重担终于被解除了 这次王妃健康状况的年轻的重担终于被解除了 这次王妃健康状况的重担终于被解除了